我個人認為同舟計劃的這個大的概念是對的 就是整個方向是正確 也就是說把過去很多這個失聯的黨員 也就是說過去跟國民黨有聯繫 現在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失去了聯繫的人請他們回來 拜託他們一起來團結來共同的奮鬥 這個理念是對的 那芬芬芊副立委員我個人跟他很熟 那我覺得他這麼多年來 事實上也為了國民黨做很多事情 所以對他重返這個國民黨我個人是樂觀其成 但是我是覺得說我們建立了一個這個原則 就同舟計劃這樣一個大的一個原則之後 可能還是需要就個案來觀察 因為每個地方的狀況都不一樣 花蓮的地方台北的地方這些狀況都不同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有一個通則之後 再按個別的計劃區個別的狀況來審查 我覺得這是比較正確的方向 民意黨雙標這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情 這個反正為了自己的權利為了自己的利益 今天可以說東明天可以說西 黑白不分雙重標準 過去的話跟現在的話完全不一樣 這個不是只有在核能問題 在這個瘦肉精的豬肉方面 在其他所有相關的重大的議題上 只要跟民意黨利益不符合 他們這個什麼話都講得出來 為了自己的利益 他們什麼事也都做得出來 我想這個大家都習慣 我想民意黨擔心的是說 如果四大公投 我為了這個台灣的未來好 都通過的話 可是可能對他們不好 這他們都不能接受 換句話講 他們寧願台灣不好 但自己好 這就是民意黨最大的問題 好嗎